大雨打在雨伞上 防水奈米布料一感应到 LED灯马上发亮 即使只是用电风扇吹 布料也能发电 把布料应用在衣服和鞋子上 随着身体运动产生电能 驱动音乐播放器 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 但是风吹和雨水等丰富的天然资源 一直没有好好利用 奈米防水布能够截取 风吹雨打等微弱的静电 转换成可以用的电力 我们人走在雨里面 那就是事件不良 那会有一些交通上面的危险 那我们就想说 那能不能把这个下雨的能量 把它变成电力 然后把它驱动LED 然后可以作为警示使用 传统发电机昂贵笨重 奈米布料质地轻又便宜 还能运用在安全防盗和医疗监测 现在帮手机充电是 我们比较困难的 小型的手表啦 这些电子元件是可以帮它充电的 虽然奈米防水布料 目前无法取代太阳能发电 但它随时随地发电的特性 完全融入居家生活 既安全又环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